林兆良的作品《城市中的行人天橋》 由粉彩紙本、直到 高58厘米、闊38厘米 他畫作者在鬧市中見到的一條行人天橋 在畫面左下角的前景 有一個男生站在行人路欄杆旁邊 躍戰畫紙的四分一 他正面對著觀眾 只見他的上半身 粉紅色皮膚 頭細而身材見石 黑髮、烏黑大眼 一對半圓耳朵 絲形鼻、圓嘴 他身穿深藍色短袖T恤 胸口印有兩行天藍色粗體英文字 他背著一個灰色斜背袋 那個袋扣在身邊的右邊 他的右手微微屈曲向下 扶著斜背袋 左手手肘托在灰色欄杆上 雙手就抓住一條由左邊肩膀扭向右邊腰間的黑色帶 有另外一個人 站在男生的後幾個身位 他身穿一條色彩鮮艷的短袖連身裙 鮮黃、青綠色 還有粉紅、橙色群邊 應該是一位女士 女士頭頂上方 有一件不規則的紅色物體 欄杆的右邊 有條灰色變形的馬路 馬路上有啡色線條 和一架白色房車 一架較小的粉紅色車仔 在馬路右邊 隔開條馬路 對面是一條行人天橋 扁圓形 好像一隻小小變形的飛碟 橙黃色的牆身 有兩個好像麥當勞標誌的M字 蝦肉色 通過中空的M字 看到裡面藍綠色的欄杆 畫面最上三分一是後景 一排密密麻麻的摩天大廈 左邊和中間兩間 都是玻璃幕牆式建築 左邊的一間泥土色 中間兩座白色 右邊那一棟建築 是對開式窗戶 白牆粉紅色窗框 兩邊玻璃是藍綠色